这题是什么意思呢 我把马铃薯削皮切块大小一样 然后放在不同浓度的蔗糖溶液当中 好是这样子的 当我的蔗糖溶液很淡的时候 我放在比较外面是很淡的 这时候水不就会进入到马铃薯细胞里吗 因为在这个时候 你外面的蔗糖溶液比较淡 代表马铃薯是泡在第一张溶液中 马铃薯细胞会吸水 一吸水就会变重 所以它重量增加了三克 所以当你看到马铃薯怎么变重了 代表马铃薯快吸水了 代表你处在第一张溶液 这边都属于第一张溶液 那这边它的重量怎么下降了 重量变轻 代表你脱水了 代表你处于高张溶液 因为水被吸 外面的溶液吸走了 所以我就改变浓度 从最低张一直泡到最高张 它的重量变化 就会从增加很多到增加一点点 到减少一点点 到减少多一点 再减少很多 这样子我画一条线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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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哦 大概是画的不好 大概是这边 就是0.8 1 1.2之间 就是1 所以这个马铃薯的等张溶液 大概就是1 所以答案是他了 这个方法呢 叫做重量比较法 透过植物组织重量的改变 推论你是吸水还是脱水 再推论你不吸水不脱水 的等张溶液 大概是哪个浓度 那刚好没有这个数字怎么办 请用内插法 插出来它的位置 好 所以这一答案插出来 在这堂 不是百分浓度 百分浓度为1的时候 你的重量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代表这个浓度 就是马铃薯的等张溶液 你吸水跟排水的数率一样 那你的重量就没有改变 所以答案是C 一百分浓度的时候